中文字幕——YK 亮相,本赛季苏炳天和韦永利的状态都是近年来的最好水平,苏炳天跑出9.91S创造历史,韦永利也是跑出10.99S的最好记录,两人被看作本届比赛男女100米金牌的最有力竞盯者,今天整个赛程安排正式出炉,在今天晚上7.30分的韦永利将会率先出场。 8点苏炳天,许周正将过疫情亮相,赛前谢正夜的声退让人感到惋惜,但是许周正的出现,很好地补充了他留下的空缺。 本赛继续周正迎来到的突破,60M6.48S,100M10.21S创造新高,也是苏炳天。 现正夜之外中国对实力最强的选手,本次预赛共分为五组。 第一组里面蕴含飞人对决式主题,韩国第一人金国荣将挑战日锦萨冠军三线亮太,两人水平要比本组的其他选手要高一些,进级应该十分轻松。 三线亮太本赛继,也是状态保持得很好跑出,10.05S日锦萨击败了同声响笑,经过特选的他双肢肌肉线条出了一圈,金国荣则是起伏很大状态时好时弱,但顶着韩国第一人的名号出战星级问题不大。 第二组的主题则是台湾索南和日本混血的较量,台湾飞人杨俊翰,但是做台湾的骄傲,他在六月份的日本大学前进公开赛上,跑出百米10秒11的个人最好成绩,之后在国内参加项圈系列赛,先是百米比赛,10.23S先生协周正,之后又在200米的比赛里跑出20秒69获得冠军,名声大噪, 与他同组的则是日本的混血天才剑桥飞鸟,亚日混血的短跑天才,在日锦赛上拿到第二名顺利参赛,硬实力上比杨俊汉强一些,两人预赛应该会擦出火花。 第三组顶替谢震业的许州正将亮相,顺利三道的选手跟他水平接近两人,正常发挥两人能顺利晶级。 第四组大魔王苏炳天将出战,本组选手实力不强,一个泰瓦选手一个香港选手实力都在10.30S左右,给苏炳天带来不了太大挑战,平稳发挥轻松禁忌。 第五组九少有看点,西亚三节内战,巴林的亚买加规划飞人费舍尔之前是伯尔特的队友,如今转战亚洲很少参加比赛。 同组的还有本赛季表现亮眼的伊朗的哈桑塔夫,以及刚刚打破10秒的阿曼飞人哈尔西他跑出9.97S的成绩实力不足。 两人的本赛季都跑进过10.10S,他们三个被分到一组应该会很有看点。 期待已久的田径比赛终于开始了,让我们一起期待苏炳天的精彩表现,以及中国健儿们的风采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。 喜欢田径、篮球、RNG的可以点一波关注一起聊哟。